去年12月在沙巴巫统退党潮中离开巫统的通讯级多媒体部前部长沙利赛义 今天证实已经申请加入公正党 不过接不接受他的入党申请就要看蓝眼高层的决定了 沙利赛义解释因为公正党走的多元种族路线符合他的理念 也适合沙巴的政治需要因此他才会选择加入公正党 根据媒体今早查看公正党党籍网页之后发现 该党已经把沙利赛义的入党申请列为批准 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法兹昨晚透过文告证实 公正党收到通讯级多媒体部前部长沙利赛义申请入党的表格 该党政治局将会商讨这项申请 当事人沙利赛义今天透过部落格撰文亲自证实 他已经申请加入公正党 但他澄清他只是承交网络表格申请入党 至于接不接受他的入党申请 一切将交由公正党领导层去决定 沙利赛义说他之所以选择公正党 是因为该党秉持着多元种族的政治 这符合他的政治理念 也适合沙巴的政治需要 在种族和极端政治的氛围下 他相信公正党处于正确的轨道 从极端主义的灾难中拯救国家 他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他也相信加入公正党他就能为沙巴和马来西亚的稳定与繁荣 做出贡献 曾经担任沙巴首长的沙列赛义 去年12月和沙巴一众领袖 包括班迪卡一起离开巫统 曾是巫统总裁政的他 在义马公司丑闻爆发之后 频频维护前首相纳吉 还因此多次抨击 当时还是在野党领袖的敦马 今年9月沙巴巴窑人统一组织举办马来西亚日庆典时 邀请了公正党主席安华出席 当时沙列赛义称赞安华 更表明全力支持安华当首相 NTV7综合报道 小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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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献